上海是一个年轻人的城市 年轻人在这里创业成家 但是呢有一个躲不过的话题 就是彩礼 结婚要彩礼吗 这个有关的这些媒体啊 都到街上去采访 特别是爱街坊老阿姨亚叔 问一问老人们觉得多少彩礼合适 应该多少彩礼 而一位上海阿姨直接表示 没必要 说上海人从来就不讲究彩礼和嫁妆 家里都是一个独生子女四个老人 以后房子也会很多 房子不是问题 买车更是小意思了 真正谈的朋友 说对方随便怎么都会接纳的 然后另一位上海阿姨则说 这个彩礼还是要的 自己侄子给女方三十万的彩礼 自己女儿呢 结婚彩礼收了一万八 属于最低一档 给不给彩礼根据自己的条件来 有能力多给一点 没能力就少要点 只要两个小夫妻两个人好 就开心了 特别是自己还给自己女儿二十万的嫁妆 心甘情愿 这个是一位阿姨的 那另外一位阿姨就两边的意见都综合了 说都可以的 根据自己条件来 不一定要硬要向对方要 自己女儿还没要采你 还给女儿四十万嫁妆了 自己有能力 我要她彩礼干嘛 是吧 所以这就是现在的这个生活 现在的观念 都是一家人呢 这个女婿就是半个儿子呢 因为亚书则说彩礼和嫁妆还是有必要的 只要不要太过火 你比方说五万块钱之内比较合适 尤其以上爱的这个条件来讲 强行取消彩礼呢 则不尽勤力 因为给彩礼和嫁妆是一种仪式感 不然这个结婚太寡淡了 这个这些都是代表了上海这边老一辈人的一个观念啊 这个确实现在年轻人结婚压力太大 一个房子就已经够把大家压得喘不过气来了 但是结婚还是要有仪式感 一个一个的婚礼都是比较隆重的 而且浪漫至极啊 虽然这几年没法出去旅游结婚了 但是各种新鲜的结婚的形式还是层出不穷的 落到最后比较实实在在的彩礼嫁妆了 真的不要把它作为一个形式固定下来 这就根据自己的家庭条件来吧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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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